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他们暂 march 都 Janeiro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zel出ます おied 他说明日 revolu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逐通官 第二hips 李宗盛 声线 不 点声线 好不 Dip 听到吗 和声线 ley 我们樒台 是的啊 对出来 artwork 开始了吗 给我一台 OK 英线方面 OK 可以嗎? 那可以我就開始了 好 各位傳媒機構的代表 我是灣仔警區刑事調查總督察2 陳善媛 今天在這裏 是同大家 選擇有關一宗可疑物品發現的案件的徵破 有關的案件 發生在今年的7月1號 大概是晚上7點半左右的時間 地點是灣仔 在牽尼斯道集成中心外 在案發當日 有大批人士響應網上的號召 無視限聚令和警方的反對 仍然是在港島多個不同的地方聚集 甚至是進行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 或者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就在案發之前的無奈 一批的警員在案發的地點一帶 進行掃蕩行動 期間聽到一聲的巨響 然後就發現 在這個集成中心外的一個垃圾桶旁邊的一個紙箱 是霧出白煙的 警方立即封鎖現場進行調查 其後爆炸品處理貨的人員到場協助 由他們確認紙箱內 是並無這個炸彈的裝置的 不過在紙箱內 我們見到一個膠瓶 這個膠瓶是變形 亦都有被燒過的痕跡 裏面亦都有白色的粉末在裏 並且有濃烈的漂白劑的氣味 有關的物品已經交由政府化驗所去化驗的 而這宗案件 就交由我們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接手調查 在我們探員深入的調查和分析之後 我們成功鎖定了兩名的男子 並於今日也即是2020年7月23日的早上 我們分別在他們位於馬鞍山和堅尼地城的住所 就拘捕了兩名分別 年齡29歲姓袁 31歲姓李的兩名男子 他們分別報稱的職業是會計文員 以及是科學學習班的導師 而我們拘捕的罪名 是導致相當可能危害生命或者財產的爆炸 及後我們在處所進行搜查 並且在北角的一個處所 是我們調查之後發現這個處所和這宗案件有關的 所以我們亦都在那裏進行了搜查的 搜查期間 我們在這個31歲姓李 位於堅尼地城的住所 以及剛才提及過北角涉案的一個單位裡 這兩個單位裡我們檢獲了幾瓶灰黑色粉末 幾瓶白色粉末 幾瓶煞車油 多袋的臭粉 多袋的漂白餅 幾十支膠水管的膜口 以及一些小型的玻璃瓶 還有少量的圓形的塑膠容器 我們懷疑這些物品是用來製作炸藥材料 於是我們亦都以管有炸藥的罪名 是拘捕了這一名姓李的男子 爆炸品處理貨的人員 及後亦都有來協助 經過他們的初步檢驗之後 發現在剛才提及過的灰黑色粉末裏面 是有四十克的低能量炸藥的 而在剛才提及過的那些圓形的塑膠容器裏面 我們亦都發現了生歪的 我在這裏重申 導致爆炸和管有爆炸品 都是十分之嚴重的罪行 除了對公眾的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之外 亦都很有機會引起公眾的恐慌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53條 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 無論有沒有對人身或財物造成實際的傷害都好 均屬犯法 一經定罪最高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 而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55條 任何人事在沒有合法的目的之下 管有屬於爆炸品的任何物品都屬為法的 一經定罪可以判處監禁14年 在我們的調查期間 我們亦都發現 剛才提到那個北角的涉案單位 它本身是一間小朋友的學習中心來的 是其中一名被捕人士的工作地點 警方在這裏強烈譴責 有人利用工作上面的便利 將危險品放置在有機會危害公眾人士 尤其是小朋友的地方的這些行為 除了是非常之不負責任之外 亦都會是對人身的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的 那麼今天的簡報是這麼多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三十四成里那位男子 就是報稱歌謀同事班的那個措施 是 沒錯 另外就想問一下 因為看到那些植物 有些像精靈堂那樣的東西 其實你也沒有說過 就是上次這屆的狀況 就是另外那個系統 聽人的狀況 那個狀況是甚麼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 或者找到四十顆低性能的炸藥 其實有沒有說那個炸藥 那個威力有多 就是這樣是怎樣的 另外就是 因為你也提到 那個北共處所 其實是小朋友的學習中心 那位美國人士 他也是導星高學班的一個導師 其實是一本小手 他現在演過的那些法品 其實跟高學生班的那些問題 甚至他只是棄犯的那些狀況 我可以逐個解答 剛才你見到的那些精靈球 其實我們在其中的一個精靈球裡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發現到生涯的 至於它那個目的 是不是真的要掩人耳目 或者怎樣 都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調查 不過我們都有理由相信 那些都是用作 因為都是用氣來的 都有機會 是用作 就是用來擺炸藥的器皿 那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關於那個補習老師 他是不是用那些 用他的生育的器皿 是的 關於那個學習班導師那一處 其實這都是我們的調查方向 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他在那個處所裡面的 化學物品 是不是有任何合法的用途 還有其實在那個處所裡面 找到的化學品 我們都要進一步檢驗 才知道內裡 其實是甚麼的物質 所以現在這一刻 都未能夠一個確實的答案 回答到你 是的 是的 好了 至於這40克的低性能炸藥 這個是我們化學品處理貨的人員 很初步的一個檢驗的結果 而至於他們的威力是怎樣 或者它會製造到甚麼的效果 這個我們有待 要深入少許的檢驗之後 才能夠可以有這個資料 所以我想問一問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現實時他都發現 所以 就是 他來教訓 都挑出一些主題 你剛才說過 英國政府化驗 想問一下 化驗之後 得出了甚麼結果 大概他是 有些甚麼東西 就能讓他有一些 打破的成員 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日都人多 有些問題 你是怎樣 證破這宗案件 發驗的資料 可以發揮嗎 好 就著第一項 現在我都未有確實的資料 可以回答到你 因為我們有關的物品 都是送了去 正如我所說 送了去政府化驗所 化驗 還沒有一個化驗結果 所以現在這一刻 未能夠提供到 有關的資料給你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怎樣證破 怎樣證破 我們都分析了大量 案發現場附近的CCTV 這是其中我們一個 調查的方法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暫時用的罪行 其實都是在刑事罪行條例下 因為現在我們有的資料 最初步都是顯示 是和爆炸品有關的一些行為 至於有沒有和其他國安 或者其他的罪行有關 都有當我們繼續的深入調查 由於他們已經被拘捕了 我已經進入了司法的程序 太過仔細的案情 我不肯明在這裏交代 但他們兩個都在現場附近一帶 是有出現 亦都是有一些行為 是顯示到 它是和這件事件有關的 我們仍然都有待 我們繼續深入的調查 看看會否有發現其他涉案的人 很明瞄 今天已經有進一間 我看到有創業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